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恩超,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组成海报的必要元素,其中这个图案图片,这样的一个元素,那么这样的课呢,我们来讲它最后的一个元素,也就是色彩,那么我们之前在讲这个色彩课的课程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色彩分为这个冷色系,暖色系,以及这个五彩色系, 那么,作为这个海报的设计来讲,它也会包含这样的三种色系,那么大多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有色系,就是暖色也好,冷色也好,会比较多一点,而这个无色系的这个海报呢,我们可能会见的会相对少一点, 但是也会有一些时尚的海报,经常应用这样黑白灰这三种颜色,去对它进行一个,色彩上的一个构成,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报,它对于颜色这一元素的运用,有哪些的规律,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首先呢,这个效果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合成, 前期的工作呢,就是去对它进行人物呢,模特进行一个拍拍摄,后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3D的软件,去做一些, 立体的这样的一些效果,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C4D,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相信在以后的,嗯,时候呢,这个课程呢,在这个Math学院也会跟大家见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些效果,渲染的这些效果是比较逼真的, 可能你在Photoshop里呢,嗯,很难的去完成它, 那你就需要去借助第三方的一个软件,去对它进行一个操作,绘制, 那我们今天,我们主要看的不是它这个,嗯,特效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而是需要看一下它这个,嗯,背景色上的一个选择, 这个渐变的效果,其实也是,在Photoshop里也是比较好做的,这个, 这个,你其实就是,可以直接这样钻过来, Ctrl-H隐藏你的这些网格, 然后,I呢,是吸取,吸取这个前景色, X是切换,切换到这个背景色,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游戏桶的这样一个工具, 渐变, 镜像的一个渐变, 这个是和你这个相反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位置, 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浅颜色的放在前面, 颜色重的放在后面,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做这个, 如果深浅不移的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色阶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这样拉动呢,可以达到你这个满意的效果, 它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颜色呢,会发生一个变化, 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是这个, 你会发现, 它的图片素材上, 这个图片素材上的色彩呢, 会和它这个, 在这个背景色, 在这个背景色的选择上呢, 会跟它选择它相仿的一个颜色, 那使你这个整个的画面呢, 看上去, 不是那么的冲突, 更那个和谐, 没有很强的一个冲突感, 而且能更好的让这两个背景色呢, 和你这个产品图案上面的这个颜色呢, 图案的内容呢, 衔接的更完美, 它都会应用这样的一个颜色, 当然你调好了这一款以后呢, Ctrl以后, 你可以随意的去调整它的一个色相, 然后它达到你想要的这个背景了, 这是其中的一种海报的, 在这个颜色上, 色彩上的一个选择的方法, 就是我会选择跟我这个产品, 要突出的这个物品, 颜色相仿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用浅色作为重心, 作为中心来去突出, 因为它是浅色, 如果你满屏你都是这一个颜色, 那么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鲜艳, 有亮的地方, 有暗的地方, 这样它是有一个明暗的一个对比, 这是其中的一个特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海报, 这个颜色呢, 也用的是比较醒目的一些颜色, 然后顺势上后面出现迷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排版上的也是很简单很大方, 然后在这个, 所以它在这个背景的选择上呢, 我如果是我内容是这个纯白色的, 那么我可以在这个背景, 因为和这个情人节有关颜色呢, 除了这个粉色, 然后像这个粉色, 然后阳红, 紫色, 深紫, 浅紫, 然后一直到它这个粉色, 到这个青色的一个渐变, 紫色更多的时候, 都是跟这个爱情有关的一些颜色, 浪漫的一些颜色, 这个是它在这个, 因为这个主题而选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下面这个呢, 是这个万象春天业主回馈音乐会, 那音乐会呢, 我就是一个多元, 然后看上去呢, 就是比较醒目, 我用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比较多, 我用这样的一个红色, 先是衬托这个主题, 让红色压在最下面, 然后我这个所表达的内容呢, 我用这个白色, 然后可能这个白色呢, 立体感也不是太特别的强, 所以我在底下呢, 叠了一层这样的颜色, 蓝色, 来衬托一下, 红和蓝嘛, 它有这个冷暖上的对比, 这是它一个配色的一个特点, 整个的范围呢, 我就是突出这个火跃, 活泼, 给人这个视觉上的感觉呢, 也是很欢快, 很欢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不至于你用一种, 很打你的颜色, 你看上去会比较沉闷, 本身呢, 我就是需要更多的欢快, 然后带给你们, 让你们融入到这个范围里的, 所以我在这个颜色上的选择呢, 也会用这样多一些的颜色, 使这个画面很活跃, 这是这样的一个配色, 那下面这个海报呢, 这个是1314, 也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海报, 那么这个呢, 颜色上呢, 就是我用了这个单一的一个蓝色, 那用了这个颜色的目的呢, 是让这个感情呢, 可能是它的一个主题不同吧, 想法不同, 设计的人, 可能我突出的更纯粹, 更纯净的一种感情, 一种爱, 然后让你参加的时候呢, 会很放心, 也没有这种很暧昧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就是很干净, 这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也会用一些, 就是你看它在这做的时候, 会用一些羽毛这样的一些, 小小的这样的一些图标, 然后去代替, 整个的这个氛围呢, 给人很清爽的一种感觉, 然后它这块呢, 又是它的一个副标题, 一种品质, 一种姿态, 一种生活, 这是他们对待这个感情啊, 然后的一种态度, 可能是, 就不像上面这张音乐海报这么活泼, 所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所以说, 你在选择背景色的时候呢, 要切合你的文案, 切合你的主题去选择, 这是它的第二种的颜色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这张海报呢,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 也是就是没有太花, 太多花哨的颜色, 看上去也不是很凝乱, 然后呢, 我该突出的主题我也有, 细节的东西我也有, 像是扫这个二维码啊, 现在, 然后这个日期啊, 该有的这内容呢, 我都会去, 具备, 然后我吸取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根据它这个格子衬衣, 然后或者说它这个鞋带上的这个颜色, 和它相仿的一些颜色, 这样重途起来呢, 就是对比起来呢, 也不是太强烈, 然后我想凸显的一些内容呢, 我可能会用一些深颜色的东西, 深颜色的字体呢, 去代替该有的那些内容呢, 因为画面本身吸引感呢, 很强很足, 所以我有足够的自信, 然后你们会去关注, 看完这个画面以后呢, 去关注这些文字, 这也是在这个背景色讯子上的一些特点, 下面这个呢, 就是也比较常见, 这种方法呢, 这个放射状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在这幅度稍微做起来, 你可以试做一下, 这是你巨型选框, 然后去建一些这个线条, 然后你可以填充, Ctrl 钩, 然后复制一个, Ctrl T呢, 向这个, 向右移动, 然后撬回车, Ctrl, Shift, Alt, D, 加T, 然后就可以无限的去复制, 然后你可以向下的, Ctrl E, 向下的合层, 合层以后呢, 在这个, 滤镜里边有一个命令, 叫做这个, 急坐标, 那么点确定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 放大, 这个放射性的这样, 一个图案, 但如果你想让它再, 细一点, 或者说再多一点, 也可以, 可以, 其实做海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方法还很多, 然后你也可以有很多去借鉴这个海报的地方, 你像这个花购网, 或者说这个, 账库都有很多一些人在做这个海报, 然后你可以去借鉴, 看他们是怎么样做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它的天虫, 或者是不透明度, 来降低, 这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是, 重做也是就是说, 抓你的视觉, 然后让你这个产品呢, 显得更突出, 但是它的这个配色呢, 也是参考它这个产品, 产生的一种辅助的颜色,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奔跑兄弟的一些海报, 然后我们在这看的时候, 它也会给它提这样的一个名称, 其实我们之前讲这个文案的时候, 也会有攀古开天, 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长河奔月宫那时候, 过汉宫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很冷清, 所以它用的这样一个冷色, 整体都是这样一个冷色, 但是即使是冷色, 它这蓝色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能彰显出它这个画面的立体感和层次的, 这也是蓝色呢, 会常常和这个黄色的字去应用, 我们看到一些好的海报, 就是你觉得色彩啊, 用的不错, 然后对你看上去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时候, 你就要去吸它的颜色, 去看它颜色的对比, 用的时间长了, 然后你记得时间长了, 你就可以做出和它类似的效果, 一看你就知道, 大概你就知道, 它用了哪些方法去进行一个变换, 像这个字体, 数学体, 你都可以去模仿这些, 只要你用心的去做, 就没有你做不来的东西, 这个是霸王举顶, 然后它这个字的颜色, 可能就是吸取它服装上面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闹海, 大号稀有, 这样的一个颜色的选择, 然后看了这么多的海报, 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颜色, 最后的这一个途中颜色, 元素色彩的, 就是说要根据你这个, 首先呢, 要根据你这个文案的内容去定, 然后想给你的顾客, 想给消费者, 或者说想给你的这个甲方, 带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怎么样的去表述你的产品, 然后让你这个产品有一个什么样的属性, 是你选择这个色彩的一个关键, 其次呢, 你要根据你这个产品的一个定位, 然后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去辅助它, 然后去彰显它, 如果你能把这两点把握住的话, 相信你以后的海报会做得很出色,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开始讲一下这个和排版有关的一些东西, 讲一个知识点, 就是黄金分割, 在这个海报里呢, 它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分割,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海报, 看上去怎么看都协调, 那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颜色也想对了, 你自己做的也很棒, 但是你看上去的时候就很别扭, 这个时候你就再想一想, 你这个排版是不是存在问题, 你摆放的位置, 就是说你每一个这个小的元素, 点线面吧, 这些元素, 它们之间摆放是不是合理, 你要去遵循一定的规律, 也就是下节课我们要讲的一个黄金分割, 看看它是不是在那个关键的点上, 你想推出的重点在不在那个关键的点上, 然后这段课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